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小百科太太 在日常饮食中,蔬菜因其丰富的营养价值而备受推崇 然而,某些蔬菜在过量食用或特定情况下 可能会对我们的视力产生负面影响 甚至在长期内导致失明 了解这些潜在的危害,对于维护眼睛健康至关重要 接下来是10种可能损害视力,并加速眼睛老化的蔬菜 1.白萝卜 虽然白萝卜富含维生素C,但它也含有大量的草酸盐 草酸盐可能会干扰人体对钙的吸收 长期摄入过多,可能会导致眼睛健康问题 2.月桂叶 月桂叶中含有丁香氛 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刺激性的化学成分 丁香氛具有一定的光明性 这意味着暴露在阳光下时 其对皮肤和眼睛的刺激作用会增加 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后 特别是在月桂叶摄入过量的情况下 可能会加剧光明性反应 导致眼睛的不适合损伤 3.铜蒿 虽然铜蒿富含营养 但过量食用可能导致光明性反应 尤其是在阳光下暴露过多 会对眼睛造成损害 4.辣椒 辣椒中的辣椒素虽然可以增加食欲 但过量食用会导致眼部炎症和刺激 加速眼睛老化 5.山葵 山葵属于一种辛辣的根茎蔬菜 其辣味来自其中的辣根素 当我们食用山葵时 辣根素会释放出来 它具有强烈的刺激性和挥发性 容易刺激眼部黏膜和皮肤 这种刺激性会导致眼部不适感和炎症反应 因此长期大量食用 对眼睛健康不利 6.菠菜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叶酸 但同样含有高水平的草酸盐 草酸盐积累过多会形成结石 可能间接影响视力 7.芹菜 芹菜中含有光明性化合物 过量摄入可能会导致光明性反应 从而影响眼睛健康 8.甜菜 甜菜中的草酸盐含量较高 过量食用可能会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 进而对眼睛健康产生不利影响 9.芝苏叶 芝苏叶在亚洲饮食中常用作调味品 但过量摄入可能导致光明性反应 长期影响视力 10.大黄 大黄是一种草药和蔬菜 含有高量的草酸盐 长期大量食用可能导致节食问题 并间接影响视力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对大家有帮助的话 记得按赞还有订阅我哦 也记得按下小铃铛 才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最新视频 谢谢大家的支持 拜拜